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中间的 是的 这是 这时,用笔尖,笔尖条 笔尖沾一点墨,调进去 多调一点,放在这里 这里留一点辙实,等一下画远塞的时候要加辙实 关一下 这是笔尖,这是加了墨的笔尖,有一个笔尖,这个颜色是可以流动的 笔尖调好以后 测缝用笔 测缝用笔,这个是笔尖是颜色比较重一点,后面会淡一点 像测缝染的时候,它这个是不均匀的 而且你染的时候,也不要平涂,你看会留这些空 留这些空 有的地方 山顶,这个地方靠近边 测缝的地方,稍稍度染一点 测缝的地方,这里可以留一点白 只要用一支大一点的笔 调过墨 调过色 一次把它染下来 你看,原来空了很多空 好 在这里 笔尖沾一点点水 已经沾一点点水 这时候笔上还是会有颜色的 然后再轻轻的点一下 轻轻的染 这样这个染出来的这个色头呢,就不是平涂的 一块色头 它是色色上面有变化的 要注意,不要把这个颜色 这里太湿 渗出去了 把这个泉水给破坏掉了 这里一定要注意 这个是要很小心的 你这里在染的时候 用笔稍稍干一点 干一点 这里泉水也是不能跑出去了 你还要准备一张纸 好,染到这里的时候笔尖沾点水 把上面稍稍点一下 就不用染它了 等一下用花线往下贴 这就是中间一块色头 我们还是调刚才这个颜色 这个笔比较干 要刮一下 干一点 笔尖条 这则是加墨 这笔比较干 把这块色头 稍稍染一下 所以比较干一点 不能跑出去了 染过以后 这笔比较干 你把这个墨点 稍稍染一点 稍稍染一点 同时把这边也点了 好 好 还是调刚才这个颜色 你先调 为了防止它渗进去 所以你先调这个颜色 把这个 部部的边 染一下 先把这个边染一染 一键条 这是加墨的颜色 刚才调好的 先画前面一个闪 染的时候和前的染发是一样的 不要平涂 这里要 流出这些空 一笔 一笔 你看还有很多白 这是笔尖沾一点点水 再染一下 这个也不要跑出去了 这个山的机构 山很完整的山 如果跑得太多了 就不好看了 好 这笔巾沾一点点水 再再调一调 这样颜色就淡一点 画这后面的山 这后面山 主要防止这里硬出去 下面不用管它 大笔的染就可以了 就染到上面之后 小心一点 已经沾点水 再点一下 已经沾一点水 再往下 吸一下 不要画到这个边上 已经 调这个浙石加墨 比干一点 先把这个泉水的 边 稍稍染一下 还是刚才这个颜色 加一点点窒息 调一调 已经沾点水 因为这个山 最前面的 起次 再起次 画这一组山 后面还要大一点 把这组山 好 已经沾点点水 看一下 这个不要不要等一下 等一下再画 已经加一点点水 加一点点窒息 这个就颜色要淡一些 跟这个颜色不一样 这两个颜色有点点区别 好 我们画后面的山 画后面的山 从这个中间开始画 好 再往下 注意了 这个地方空 这个白不能把它填掉了 这样留一些空 等一下再修整 你现在是把它 暂时留出来 我们主要是画后面的山 已经沾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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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再调一调 加一点点测识 荣美的山 把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颜色呢 它是这边要淡 下面要淡 中间颜色呢 稍稍重一点 已经沾点水 调刚才这个淡一点的 从中间染 好 染到这里以后 已经沾水 往上 往下 已经沾水 往下 干净的笔 用笔接 调 划清 加淡末 一键条 侧风 这已经染了一些折时 往上 往上接一点 下面不要画成一条平线 侧风 这里要留一点扣 侧风往上接 三前三后 把这个三拖出出来 你在这个后面稍稍染一点 三前三后稍稍染一点 侧风还是侧风 我们把这个云 一次把它染了 侧风 好 已经沾水 再画一下 已经沾水 已经沾水 点一下 给它颜色往外跑 这里不能 不能给它跑 这里要给它留出来 空要留出来 一键条 花青加淡漠 一键条 侧风 和它系起来 你留一点空 能留空的地方 你都尽量留空 只要选择 会不会生动一些 雨沾水 所以往外点 这个空不点 这里留个空 然后 三后面稍稍点 花青加淡漠 把三秤一下 上面 就是湿的 已经沾一点点水 刚才这个调这个花青加淡漠的 这个笔先沾一点点水 把这个上面烧烧 烧一点水 已经干了 这个地方已经干了 慢慢染这一部分 已经沾一点点水 以沾水 撤方 必须 在这个树这里点一下 以尖条 花青加墨 笔键条 往上揭 下面匀 不要花得很整齐 笔键沾一点点水 这个全壳 这个地方要留出来 留出来白 不要染过去了 不要染过去了 留出空 已经沾水 接 顺手 把这个 布上面点一下 笔键 笔键 调 笔键 调 加淡漠 滑一下 后面是水 测风 往上 前往上染 这是个笔干一点了 然后笔键沾点水 再调这个颜色 笔键调 笔键 往下接 笔键沾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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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青加淡漠 三前三后 稍稍少少一笔 下面稍稍少少一笔 还是这个颜色 花青加淡漠 把这个 路上里稍稍点一下 谢谢大家 这刷点一点 这湿的点完了是干的 继续点 这是释迦摩 画前面的这个色头 我们先画这个最前面的 一笔画下来 不要画到这个树干上边去了 树干尽量流出来 因为这个刷石是石色 它的覆盖力比较强 当你画得比较深的时候 它可以 对这个木色会有一定影响 然后这样染过以后 比进沾点的水 把这个边上稍稍修正一下 湿的和湿的 你可以和上面的山进行比较 应该比上面的山的颜色 要重一点 不够重 你可以加一点点木 你不要说是芝加末 我们把这个大片的这块石头 测风 把它染掉 现在染前面一块 已经沾一点点水 已经沾一点点水 这个角 角给它空一点点白 不要把它填掉了 这个角不要填掉了 这个给它空一点 我把笔稍稍稍洗一下 笔尖 想要准时加末 就是南河测风 河测风 已经沾点水 这里跟它融在一起 测风 按下去 好 笔筋沾水 往后接一下 还是这个紫石加末 紫石加末 把这个石头全部燃一燃 这个比较干一点 不要印出去了 这个仰的石头 可以比这个边上 仰这个大石头的这个 色呢 可以重一点 这是石加末 全部燃散 一直讲到这个墓线的边 上面这个墓点 同样的要暗一点点 同样的多暗一下 用一支小笔 小笔比较淡淡的画清 这个水纹 剥割一下 尽量画在这个线上 先把它剥割一下以后 然后再把这个石头下面画一点阴影 画在这个原来的墓线上面 如果你木线很淡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纠正一下 所以木线稍稍重一点 所以木线稍稍重一点 但是不 recent的ft货 即时足处一点 每天都有一种 所以第二个设计 就是大家 是它下面画一笔是它的倒影 这样画一笔 这样画一笔也把这个泉水 泉水这个白也撑出来 不要平涂这里有要留出这些白线 单单的不要太重 主要是这一部分 这里一点点 把上面 这个花青不用加摩 把这个杂树点一下 注意了这个杂树这个地方要留很多这个这个白不要给它剪掉了 你要很小心的把这个杂树整幅够一下 这个杂树的杂树 发青 杂树 中间这个空 一定要把空要留一些白 你做这个杂树的时候 很小心的 画在木线上面 主要是靠这三崖的这个地方 空给它留错 这个白的给它留出来 这个白给它留 这里可以点 这里空 空流出来 这个空流出来 这个泉水是就这样转过来 就这样转过来 打得住杂树 横笔点一下 点滑青 这边也得着手 以下 淡淡的花青 像水一样 不是很浓 不能调这个浓的 然后把这个 原来的胎点 加一点花青点 有的地方可以点密一点 有的地方底下稀疏一点 有密有疏 你可以比原来的末点 点的多一点 哇 这就点下来 然后快速的点一下 不要一个一个的 一个一个的往上点 快速的这样 点的这样会有聚友善 点子有变化 好看 大石头 大石头这里点 点稍稍大一点 原来点的末点和原来点的末点的大小差不多 所以赫德原来有燃的末石 点的好像是看不见 但是 是有颜色变化的 这上面都是大点 一个一个大点 你点的时候也是 大点 不要像上面点点那样 点很多 大点 点在大点上 也可以 点在边上 加一个也可以 这个要一个一个的点了 好 有 imports 点 大家 这个要求 Bele 达 转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